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于是凭《我的阿勒泰》出圈,不仅形象和角色契合,还带火一句台词。 有演技派女星马依黎,新生代演员周依然和于是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已经圆满落幕。 许多观众纷纷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深深不舍。 这部迷你剧如同一曲悠扬的乐章。 在尾声处缓缓淡去,留下的是回味无穷的美好和一丝淡淡的惆怅。 观众之所以对《我的阿勒泰》情有独钟,不仅在于其紧凑而引人入胜的剧情。 更在于它用轻松幽默、温暖治愈的故事情节,如同娟娟细流般渗透进了观众的心灵深处。 在这部作品中,我们看到了自由与生命之美的真谛,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无限可能。 剧中,主人公文秀周依然饰演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,无疑成为了该剧的一大看点。 在它的引领下,观众仿佛置身于阿勒泰的广袤天地之间,欣赏着那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,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魅力。 它的每一次探索,每一次发现,都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。 除了剧情的吸引力外,我的阿勒泰的选角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。 马依黎作为女主角的出色表现自不必说,她精湛的演技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。 而新人演员于是则凭借着真诚的演技,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成功出圈,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一,于是凭借我的阿勒泰出圈,不仅形象和角色契合,而且演技也被观众认可。 尽管是出摄影评的新人演员,但在于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,于是却以超凡脱俗的演技,成功塑造了阿勒泰草原上那位个性鲜明的放牧小伙巴泰。 尤其是她那深邃的眼神和矫健的动作,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草原男人特有的粗犷与豪放,更在细微之处流露出内心的柔情与细腻。 当她骑着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,与牛羊未伴,与天地共舞,那种自由与奔放就瞬间感染了重。 有报道称,藤丛丛导演,这位在影视圈中已独到眼光和严谨态度著称的女导演,在看到于是的那一刻,便坚定地认为她就是巴泰的最佳人选。 她深知,于是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野性与纯真,正是巴泰这个角色所需要的。 而于是也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,她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赞誉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,于是将巴泰这一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,让人仿佛看到了那个真实存在于阿勒泰草原上的放牧小伙。 她的表演不仅为这部剧增色天彩,更让巴泰成为了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。 为了更好的诠释巴泰这一角色,于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。 她深入草原,体验牧民生活,学习其设计能。 只为在镜头前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,生动的巴泰。 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让人敬佩不已。 可以说,于是在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表现堪称完美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。 也为自己在演艺事业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她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。 二,不仅演技或好评,于是还带火了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一句台词。 说到于是的演技,就不能不提及她与周依然之间的对手戏,相得益彰的精彩呈现。 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,两人在剧中的情感纠葛,也如同山间云雾般朦胧而迷人。 尽管导演在情感线的处理上并未过多渲染,但两人之间的爱情却如同阿勒泰山间的一股涓涓溪流。 悄然流淌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。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涛汹涌,却有着清澈见底的深邃与纯净。 她不急不缓,静静地流淌在观众的心田,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,感受着那份淡淡的甜蜜与忧伤。 于是宇周依然的对手戏,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出众的演技,更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份真挚而深沉的情感。 他们的表演如同阿勒泰山脉一般,高耸入云,令人仰望,又如同山间溪流,清澈见底,让人陶醉。 这样的对手戏,无疑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许多亮点与魅力,让人难以忘怀。 在追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,巴泰和文秀的情感对话虽然青涩,却充满了生活的诗意和情感的韵律。 这其中让狠哥印象深刻的是于是在《我的阿勒泰》中对文秀说的一句台词,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。 你不要太热情,知道吧,你要凶一点,不要笑,不然你会有很多男人。 这段台词不仅呈现了巴泰对文秀的态度,同时也是宣誓主权的行为。 于是既可爱又纯情的精彩呈现,让我们觉得巴泰对文秀的纯爱即使不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。 因为观众都很喜欢这段戏,所以他们纷纷转发。 还有一些自媒体为了获取了流量,还把这个桥段制成了视频在网上传播。 都说众人石柴火焰高,也许于是自己都没想到他在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说的这句台词竟然意外火了。 那么,你是否被马依离,周依然,于是,黄领贤主演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深深吸引了? 看了这部剧后,你是否有了去阿尔泰旅游的冲动呢? 爱情让人疯狂以母笑。 而且不得不说,吴磊的吻戏越来越进步。 那种忍了二十几年想把女友扑倒的眼神,连屏幕前的观众都要被看穿,太撩了。 据说在暴雪时分,因为尺度太大各种床戏、床东,剧情可是被足足删减八集。 屏幕上看不到没关系,剧组是出了许多幕后花絮,现在一起来看看剧中让人欲罢不能的高甜名场面。 在暴雪时分故事中,林逸阳自小失去双亲,寄人篱下。 没有温饱过的他认为,能吃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,当然也没空去想男女间的小情小爱。 直到27岁那年,他才在一场大雪中对因果一见钟情。 对爱情的渴望一触即发,情斗初开的林逸阳与因果之间宛如天雷勾动地火。 爱得浓烈,爱得难分难舍,而这一幕床东更是把观众们撩得不要不要的。 剧组当然懂粉丝的心,刻意在微博公开删减的沙发之吻幕后花絮,立刻引发暴动。 只见男女主角坐在沙发上,照经脉轻力地勾着吻。 。 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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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